歡迎大家來到塔羅牌的節目 我們已經很久了 有一年了 因為開工的關係 所以沒辦法過來做 今次可以終於回來 好啊 好高興 好高興啊 其實回來之後 但是塔羅 今次的節目有沒有變化 有啊 今次就是之前那些 可能真的教你怎樣占卜 一些占卜的手法 但是今次我會想去 涉及一些社會的問題 因為這裏就是 你先講完 我們還沒介紹大家 不是 不要緊啊 都是個幾個 ROWEEN 我是ROWEEN 我是阿謙 我是阿狼 是 那要講一些社會的問題 因為塔羅牌本身有一個系統 很多年不停的變化 他有自己的思想系統 我覺得可以從這些塔羅牌的角度 看回社會問題 尤其是一些很HIT的問題 那今次 你會保持著每個星期都 我盡量 盡量 如果是的話 差不多每個星期的HIT 都用這個塔羅牌來 是啊 那要玩玩的 會不會好像抽牌一樣 還是 會不會抽牌可以考慮 但是 如果聽眾想我多說抽牌也可以 但是可能 那個主角就未必在這裡 啊 好啊 因為你抽牌很多 可能你看書或者你真的 你真的 你在Facebook Play 你跟我說 你想學些什麼 可以教你 沒有問題 好 都是一個 不世來一個好的辦法 對 我們現在就想試一試 新陳次 應該沒有人做過 我印象中 就是用塔羅牌去反映社會的問題 應該不是太過分 可行的 但是這個方法是 試一試 也沒有壞 試一試也沒有壞 OK 咦 這一次我 一年前的印象 EK你還記得 你用的牌不是這隻 那些是有家庭主婦 我記得 我選這副原因 因為在塔羅牌有一個很經典的版本 就是Ride the White 那我自己有很多副塔羅牌 那這副是最接近那副經典牌的 個圖案 那我才選這副 那因為很多塔羅牌初學者 都會接觸那副牌的 那我用這副牌來 就是說 表現我想說話 會相對容易理解的 因為有些塔羅牌 可能都是根據Ride the White 去改變它的形象 但是意思是差不多 但是有時候改變得很厲害 其實我今天除了這副 也有帶其他幾副去對比 所以我不用擔心 好 即是用兩種不同的牌 可以解讀一下 那我今晚要探討的 topic 就是 今晚 想說恐懼要之前 新書 對 新書被人下架的單位 即是被聲討被投訴 對 被投訴 嗯嗯 其實怎樣爆出來 我都不太知道 被人投訴 有一個小學生在看那本 看舊的那本書 其實是 如果沒有記錯 舊本 即是說Deep Web的那本 其實新舊也是說Deep Web的 是 然後那個小學生看的時候 就被老師收了那本書 老師驚訝發現這本書 是有這麼多這類型的內容 然後又跟那個家長去談 對 他的內容是都幾 總之是疑童不疑 就是概括一個 是不是疑童不疑 這個我覺得是 有斟酌空間的 但是 的確是 review了一些社會的黑暗面 和人性的黑暗面 這是真的 嗯嗯 因為我們今次講這本書 有很多禁忌的東西 我就拿一些關於禁忌的牌 來講一講 嗯 其實今天的形式都很自由討論 我講一點點牌 我們就可以探討這個問題 所以都 純粹從這個角度去深入一張牌 是的 這次主角的牌 就是Deep 死神牌 就是我們現在中間這一張 我可以近一點給大家看一下 Deep 對 Deep 死神 OK 這張牌 其實它代表了天蠍座 對 這就是天蠍座 還有天蠍座 有時候講一些很隱秘的東西 賭博 死亡 性 一些很潛意識 不像 他 收賣 收賣 暗地裡 做些什麼 這些 這張就是死神牌所講的東西 那 我今次還會找其他牌 去連繫這張牌 一起講的 嗯 好 就如剛才所講的 塔陸牌是一個系統來的 塔陸牌有一個叫大牌 有22張 是 那 有一張是小丑牌 不算在系統上 那21張 如果排成3列 就7、14、21 其中有一行 就和死神牌是同一行 就是這個 這兩張牌就是lovers lovers 情人 還有一張就是judgment 審判 嗯 然後我另外再拿多張 是代表天記座的牌 就是這個 就是king of cups 哦 聖杯 不是聖杯是皇帝 王帝 王帝 我聽錯了 對不起 還有一張大牌 通常有3號 一個是死神13號 我還拿了一張3號 女王牌 這五張我會一起講 嗯 嗯 我們首先探討禁忌的東西 嗯 就是 為何這個Deep Web 這本書叫做禁忌 他有覺得禁忌 為何會定義為禁忌 就是它的內容 嘗試解釋一下 甚麼是Deep Web 因為你是讀 禁忌 這件事首先是沒有關係 讀這件事就不代表是懂這件事 不過簡單和大家講一講 即是Deep Web是 我開始講歷史 就在N年前 美國的軍方發明了一個叫 Onion的路由系統 那其實就是令到 因為現在我們平時上網是用IP上網的 那經IP上網呢 其實就很容易trace到你的源頭在哪裏 那但是用Onion的時候呢 就會是 因為它會不停在不同的盒子上跳的時候呢 就會check不到 那個source IP上哪裏 那這個Onion Web 它最大的賣點呢 就是 你做任何的事情 人家都不會知道的 那所以也都 因為這樣 被犯罪分子利用了 即是當這件事在美國軍方流落了民間之後呢 就被犯罪分子利用了 那他們用來 即是現在比較普遍一些的 會是 毒品交易啊 一些的犯罪交易等等 都會在 即是賣槍那些 都會在上面找到的 那 那 當然除了這些之外 還有各式各樣 例如 在恐懼鳥本書裡面都有講到的 一些殺人的短片 一些邪教的影片 ISIS在上面招攬一些成員 都會在Deep Web上面找到的 那這個就是簡單的 很概括地講一講 為何會是禁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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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羅溫說了 我覺得很有趣的 其實 我覺得禁忌有時候是關於壓抑的 有時候 即是我們經常聽 有人說 如果你本身不壓抑它 你不會變成禁忌 即是性這件事 如果你本身 OK 就沒有所謂 它就不會變成禁忌 即是有這樣的說法 那塔國牌怎麼看 它剛才我所說 情人 死神 審判其實是一個 漸進式 即是由最初 情人可能就在說 剛剛開始接觸到愛情的事情 到死神發覺 不行了 真的要沒有了 然後審判就有一個 看開的過程 那如果你說禁忌 有時候會涉及情人這張牌 那情人這張牌 其實在描述著 就是伊甸園的情況 就是那個蘋果 那個蘋果 就是我們聖經所說的禁果 是有禁這個字 但是 有很多人就覺得 這件事很自然 或者無端端會禁 那 你問你有什麼想說 沒有啊 我講起禁忌這個definition 我想說兩句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禁忌這件事 應該是受到一些規條的約束 例如是跟大眾的道德觀念 或者是一些社會的價值觀 也好 法律也好 是相違背的東西 就是一些禁忌 剛才說到Deep Web 剛才說到一些 例如犯罪上的東西 或者是一些 ISIS 那些恐怖分子的東西 在社會上普遍是不接受的 或者是價值觀 可能被人認為是 不符合主流的價值觀 所以就成為禁忌 所以就成為禁忌 剛才你說到一些打破愛情的那張牌 就是打破禁忌 不是 他的意思是 很自然的 就是我看到禁果 我很好奇 想吃一吃 這個就好像 我們最初的愛情 你什麼都不知道 天性 也很純真 對 天性是否純真 可以吃得相確的 但是 從這件事 其實每個人都有很多角度 其中有一個角度 好像恐懼了自己說的 就是 這個世界是很黑暗的 我們應該要去知道這些 我們就不會去自己去做 就是不要阻止人知道有這件事 他的想法有點像 那時候 《格林童話》 有一張很恐怖的版本 那時候就說 我們就要讓小朋友知道這個世界 周海金錢 是這樣的 你要知道 那你就可以去思考自己不要這樣 他的觀點是這樣的 那在《塔羅牌》 其實有很多其他版本的《塔羅牌》 是說這件事 那我例如 我們現在有這張牌 其實這張牌是一個 另一個版本的《塔羅牌》 其實他有少少的《天布頓》 就是導演《天布頓》的風格 的《塔羅牌》 真的挺像 對 這個版本 就是死神帶著人 走過方向 這個版本的《塔羅牌》 死神是有一種教學的狀態 可能有少少像《恐懼鳥》本身所說的 你一定要認識這件事 這件事也不單是《恐懼鳥》 就是自己一個說的 我覺得我小時候有一個叫《香達倫》的作家 你有沒有聽過 有聽過《香達倫》寫一些 類似求鬼的小說 有時候他有說過 就是我一定要注視人的黑暗面 我注視了之後 我就可以更清楚人性 這個是 好像是他出書的原因 我好像只有阿朗看過他的本書 我都沒有看過 哪一本 你這樣算了嗎 你這樣算了嗎 對 其實我兩本都有看的 你覺得這個論述 你覺得怎樣 就是說他要暴露人性 是這樣的 這個世界是有這樣的東西 你應該要知道 你怎樣去看 我自己看的時候 我就覺得本書是奇談的比較多 人性方面 其實他在一個序那裏 就是最開始那一部分 他寫到這件事 就是他想探討這件事 我不知道 我這樣說可能得罪人 可能是文不措辭 或者是組織上 令我覺得是 不完全是達到這個效果 真的 因為那個 那個內容方面 我自己覺得講故事比較多 我自己覺得 那我會當作是故事的 如果不算技巧 就是從一個純粹一個目的 假設他可能寫得不錯 你覺得這個目的 那個背後 認不認同 就是我覺得 你是應該要知道這件事 我是要暴露給你看 這件事我覺得沒問題 其實 就是我覺得 你要知道一些東西 才知道 你自己個人去分析一些東西 就不是世界告訴你 這件事是不對 當然如果你說是 一些 普世價值的 例如你說 ISIS是不對 這些 你自己分析 你知不知道這件事 你都會說這件事是不對 就是這樣 假設我最近看了一本書 其實是 The In The Skin Of The 他就是一個記者 一個記者 他就知道有些人 就去了 從法國 去了伊拉克 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地方 什麼地方 監獄嗎 不是不是不是 ISIS 的總部 ISIS 的總部 不是 Sira 敘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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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在Facebook 有個假的身份 假的身份 他就可能想接觸一些 ISIS的人 去拿些資料 他剛好接觸了一個 在ISIS上很高級的人 是 他就 兩個有溝通 這個ISIS很高級的人 又說我很喜歡你 我現在要和你結婚 你快點過來 聚雷亞 之後他的價值觀 即是他的書描述 他的價值觀就很扭曲 那麼 他們覺得 即是他們跟他說 這個DEEP WORK 這些事情 可能是這麼正常的 可能他又未必 是不是真的會彈開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就是說 這個 你的假設 你說所有人 見到這些事情 都會彈開 其實你假設了 所有人都是正常的 可能真的有些人瘋 我 我自己的看法是 你要知道一些事情 你才去自己判斷到 它對還是不對 但是有些事情 例如殺人放火 這些 你不需要 真的 不需要很深入研究 你都知道殺人放火不對 我是這樣想的 有欠你 我這個想法 我這個想法 可不可以說得像個問題 那個問題是甚麼 我可以說說一下 對於 你是不是覺得應該 暴露了這個世界 所有事情 就說 這個世界是有一些很黑暗的事情 你是要知道的 你不知道 是不行的 你都要知道 我告訴你 那你就不會去犯這件事 我覺得人 有好奇心 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的而是 就是我求之獄 這件事 是很正常的 但是 我覺得 灌輸知識 這件事 就是 我會用 色可而止 這四個字 就是 好奇心太多 我會殺死貓 對 這件事 我覺得 很多事情是物直必反的 我相信 有些事情是會 如果 就是 這些 知識灌輸得太 到頭 其實我覺得 是會有反彈的 所以 我問這個問題 我又要拿另一張牌 又是死神牌 但是這張 我覺得是有趣的 這是一個大套的死神 故意禁死一隻小隻死神 即 他好像將一些 以前活得不適的東西 馬上剷掉 或者是因為有新的東西 對 那個 情況就好像 如果跟你說 我覺得你是要知道 這個世界是有這樣的東西的 我其實 跟你說 你不知道是不行 這個 你不知道是不行 這個思想 我現在就是毀滅你 我現在立刻灌輸一種新的東西 想一下給你 嗯 你這樣說一說 我可能 離一題 但我會聯想到一些政治上的東西 就是 如果你不知道太多的東西 你可能會被人利用了 或者是騙了之類 我是這樣想的 例如是 某個大國家 他就不讓你討論兩個數目字 這樣 那兩個數目字 即是下個月的兩個數目字 是 那就不讓你討論 是 那不讓你說 然後就灌輸一些 他設計出來的 所謂知識或者資料 出來給你 就說 這件事是這樣的 就幫你定性了整件事 你自己不能分析 這樣 嗯 嗯 所以為什麼那些人說 會想去追求一個真相呢 就是 你不想給 這個某大國家利用 嗯嗯嗯 你想自己去分析一些東西 就不是人家說什麼就什麼 嗯嗯嗯 那我覺得同樣套用在 Deep Web 裡面也是 嗯 那些東西 那個世界沒有告訴你 嗯嗯嗯 就不代表是不存在 那其他人告訴你 啊這個世界 同學世界很漂亮的 這樣 就 很美好的 嗯嗯嗯 但是其實 可能背後有另一層面的東西 嗯嗯嗯嗯 你了解到那層面 你自己知道不好 你不去接觸他 敬鬼神而遠之沒有問題 嗯嗯嗯 但是 嗯 你 如果別人告訴你 啊 這個地方是不好的 你就不去的話 嗯嗯 嗯 我覺得 這樣就 沒有了自己獨立思考 嗯嗯 嗯嗯 其實這件事 有另一個觀點 我也覺得很有趣 我見到很多人去提這個觀點 就是人性本惡這件事 嗯嗯嗯 我也聽過很多人 一提起這件事 人性是這樣的 你一定要去認識這件事 這個缽論來的 是啊 但是其實很多人是很自然 就會推論到這件事 就是 如果重回塔樓牌來說 如果他真的說人性是惡的話 那就是他本身在伊甸園的時候 他本身已經是惡的 是沒有事 這件事 就是說他 我覺得是 簡直是沒有力量選擇 但是 在一個塔樓牌 再早期一點點的 版本 那個 情人這張牌不是這樣的 只是這張牌是這樣的 這個是很早期 這個是馬賽牌 他說一個選擇 是最早期的情人版本 嗯 那 這個也是我想說的 有時善語是一個選擇 選擇 又不是說你 選擇 選擇 選擇做些什麼 就是一個怎樣的人 是啊 嗯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會離開 你本身你自己是一個什麼人 是善 惡 你本身人類是善令我 嗯 你怎麼看呢 這件事 嗯 我覺得那個角度不同 你說過選擇這件事 已經是去到人類 可能是 長大到一個地方 一個點之後才做到的 嗯 如果你說這個性善論 性惡論 很多時候都會從一個 嬰兒的角度去講 嗯 嗯 那這件事 我覺得 很難 我們在這個節目上很難 是 這大半個小時裡面討論的 沒有啊 所以其實就 輕鬆討論 嗯 不 因為 你本身那個前詞不同 你看出來的東西很不同 是啊 如果你是覺得性滿樂的 你看這本書 我覺得理所通言 嗯 那如果你是性滿善 這個理論 你是認同的 你會覺得 這本書不行 嗯 嗯 但是我們剛才你所說 就是阿朗所說 你可以自己去想 怎麼做 可能就是在說選擇 對 沒錯 嗯 那為什麼選擇 每個人都會死亡 就是 他頭牌那個 叫做循環 那樣 好像 他所說有些東西 一定要去死 所以我選擇方面 有時候 反而著重自己的心態 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有些東西你始終是改變不到的 但是就不關 就是是不是這個世界 就是性格 可能是不關事 或者這個世界是不是真的 那麼多壞事 不知道 就是對我 亦都不能變 我覺得這個是 我從這個頭牌看到的東西 但是 其實 其實 關於這件事 還有很多版本 有一個關於政府 是不是要封圖 這件事 我覺得挺有趣的 這件事 這些人的理論 我聽過是這樣的 我是贊成 可以賣 但是你要封圖 我是覺得有點奇怪 封圖是指 封圖是指 封圖是指你18歲以下 其實不能買得 對 因為尹審處 一直都已經有一個 有一個規例是 如果你本書是 那個內容 是有 真的非常之疑龍不移 的內容 而到達一個 即是他們的standard 一個 即是 那個 訊息 這一類的訊息 的數量 去到一個 去到他們的standard 那就 會 即是 批一個 分級 那就是 這本書是 不適合18歲以下的 小朋友看 那就要 下風條先 對 標明了 就可以 擺出來買的時候 一眼就看到 這個 18歲以下的年輕人 不能買的 其實簡單來說 就好像 你去看三級片 你要給身份證 這個政策 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覺得封圖 只能阻止你打輸訂 就是 我這樣想 其實會阻止他買 當然如果你說是別人買 然後就 拿給他看 這個當然避不了 是啊 所以其實 這個舉動 我覺得 是 一些道德上 決定多於實際用途 如果你問我 的話 我封了一套 我道德上 我覺得OK 但是 對於後果的影響 可能不是差太遠 可能 我的時代 互聯網才剛好 家用 我還小時候 還是MSDOS 已經有些同學 去上課 的時候 走漢畫 在那裡看 其實 這個風套 這件事 實際的用途 我覺得比較少 其實 我不知道你們怎樣看 在以前 可能會比較有效 對 在現在這個互聯網資訊 這麼發達的時候 特別 恐懼的那些文章 第一本書 十篇 可能有七篇八篇 都在Facebook 那裡 其實呢 就算你不買 他那本書 即是 他就算在 無論 我想是 討論區 或者 Facebook 這些 那麼熱 那麼多人 上的社交媒 其實你 沒可能接觸不到 是啊 所以 你不一定是 局限了 就是 知識未必一定 會在那本書上 看到 而是 你可以 你打開部電 的話 你都知道 對 所以 我有這樣想 我經常覺得這些政策 純粹是 你做了 你不會背負 可能跟不上 時代 其實 我自己覺得 未必是跟時代 你可以用其他方法禁 例如這本書 你可能變成ebook 那現在這本ebook 你又有Password 即是你可能用 差不多的 要信用卡才能買到 是的 信用卡 但是 但是 一定一定會外洩到 一定會看到 我這樣說 這個風套的效果 其實是 減少 當然你有心的一定會找到 但是 可以減少到 兒童 或者一些 心智未成熟的人 去接觸 這樣 例如你說 你小時候 可能有些同學帶色情看物 回學校看的 但是 不是每個人都帶到的 不是每個人都買到的 如果是 沒有風套 或者沒有這個 法例的情況之下 可能你自己 走去七仔買一本 買一盒 放回家 都可以 但是風套之後 你就要經同學才看到 就是 避免了你接觸的一個渠道 其實這件事 就是衍生你一個問題 其實 我想講講 死神牌 還有女王牌 她的女王牌 是一個 好像大自然 慢慢的生長 沒有人理會她 很自然的 不死神 就是突然的死亡 在中間其實是 沒有牽涉任何的阻撓 但是 如果你說到 小朋友接觸這些 那問題 那個 為什麼小朋友接觸這些 問題 會變成 這個其實 是一個 其實很有趣 我們本身 這件事 是有一個前設的 就是小朋友 接觸這些 就會變壞 對 這個前設 其實有些 不是很穩陣 其實這個話題 也不是今天才有 我們小時候 這些暴力漫畫 我們有些 暴力的遊戲 其實 究竟這些遊戲 我們 會不會真的 令到一個人 變成一個罪犯 以前GTA 都經常說這件事 對 其實 我們繞了一圈 這麼久 都是說這件事 嗯 但是 你覺得 那個關係 如果我從小 真的不停接觸 這些 是不是真的會變成這樣 我不知道 有沒有這些 考慮 去 有 數據支持 這件事 我不敢說 這方面 但是 我聽過 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 一個小朋友的成長 是 一個漫長的過程 如果突然間給他一些很大的刺激 就是 假設了 這一本書 或者是有一些影像 是很大的刺激的時候 可能會影響了他的成長 這個方 這個理論我聽過 嗯 但是 到底 那個 實際的影響有多大呢 沒有一個數字支持 應該 嗯 哈哈 建議有沒有 有什麼看法 就是 現在介紹你的兒子 大家發覺他在看鹹書 那樣 或者在看Deepwork 我都知道 這個問題 這個是教學的問題 這個是教學問題 這個是教學問題 很多人現在有個說法 就是說 如果你看到小朋友在看鹹書 或者你 看Deep Web 本書 你就坐下 跟他慢慢談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 可行的重點 我是很支持的 阿朗剛才說的 這個 最重要的就是說 當你知道了 他會看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會採取一些 什麼的措施 你會去 阻止他 去壓抑他 去知道這一方面 事情的一個 慾望 等一下 還是 你會坐下 跟他慢慢談 你 這本書 關什麼 等等 等等 然後開始 我覺得 反而 其實我這樣 不單止 是 起到一個正面 的作用 也都 在我 我相信 都在我 關係上 都是 一個很大的 幫助 我覺得 剛才說 坐下 跟小朋友聊 回到頭羅牌 這一張 就說是一個選擇 讓他有一個選擇權力 讓小朋友學會 怎樣去選擇 到底這件事正確 他自己去分析整件事 他有獨立思考 我是這樣想 其實 我從這個情人 死神和審判 這三張拍攝 看到一件事 我想講一講 情人 喜歡一個人 死亡 到這個審判 去看開一個過程 這個看開的過程 是什麼 我自己覺得 人對很多事情 有一種恐懼 例如 《恐懼鳥》 這本書 他覺得 我看這本書 我就會怕你變成一個 壞人 而就是這個 怕你變成一個壞人 這個想法 衍生了很多其他問題 例如 因為我怕你 會怎樣怎樣 我就不讓你做這些事 其實這個情況出現了 社會很多 很多的地方都有 例如我們 TSA 是那個考試 因為我怕你不成才 我就不停地逼你 如果我本身 我不怕你成不成才 其實你可以很輕鬆 但我是很害怕 只會覺得 你考 就是 如果我不push你 我不push你 你就會放屁 對 我不是直接放屁 只是怕你 以後又不知怎樣 可能人工又低 可能又 生活不好 他告訴你很多 你要害怕的 你不停害怕 這個真的 由小到大 是一個過份保護的思想 是 但是 我的意思是 要不停地 那種恐懼 不停地 一代一代傳下去 嗯 嗯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的想法 這個才是核心 嗯 我覺得一定會是一個問題 這個 也沒有辦法改變 你很難告訴全世界 現在 你們要這樣做 都是 當然 有人他仍然 從一個選擇的角度 他仍然都會覺得 嗯 給小朋友看的這些書 是不會的 嗯 我們不能夠阻止這件事發生 嗯 這個 我覺得是一個永久的撥論 嗯 嗯 我有這樣的想法 就是 你恐懼之後 你會做些什麼 就是考慮你 你恐懼之後 可能你就會 建立一些 叫做 因果 嗯 你恐懼之後 你這樣做 就會這樣 所以我不這樣做 嗯 嗯 其實這個情況 就出現了這個恐懼之後 這本書 他其實也有講到類似的事情 他其實也有講到類似的事情 他有講到類似的事情 類似的 不是exactly這個wordings 但是就是 嗯 就是他覺得恐懼 你不應該逃避他之類的 是 就是這個意思 嗯 所以我 我覺得我防慶送 就是我覺得 就是未來有很多事情 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用那麼害怕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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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我從塔王牌看到的東西 這個 軒你有沒有 什麼想說 不是 我在這裡 親住的頻道 你可以繼續說 是 是 我今天是 其實還有一張 關於天蠍座的牌 這張牌其實 有些是一些知識很厲害的人 但是就相對 處理事情方面的變化低一點 就是不停地吸收知識 但是可能它裡面的情緒很豐富 如果有什麼事呢 一時控制不會的情緒就會爆出來 就跟剛才所說的一些 內類的情感是有關係的 不要看著我 哈哈哈哈 雖然我是天蠍座 不是 因為那個就是講 這個知識的問題 就是什麼是知識 嗯 你一個deep work 其實它是當它是知識這樣說的 因為我跟它說 這些是你要懂的 是有知識的東西 嗯 我就想告訴你 某程度上都是一個傳授 一個小道消息 恐懼鳥其實都是天蠍座 是嗎 是 小道消息 它跟我生日是差幾天的 你是不是想寫這本書 哈哈哈哈 不是不是我純粹一個消息 不知道會不會是 就是它寫這本書 和這個星座有沒有關係 天蠍座和禁忌這個東西 拉得很近 嗯 而且天蠍座很極端的 天蠍座這個星座 嗯 就是它只有100% 或者0 嗯 尤其是沒有中間的 尤其是沒有中間的 尤其是在情感方面 就是黑就黑白就白的 是呀是呀 灰色地雷 你看阿朗已經不停地點頭 是不是 你自己也是這樣 不要看著我 哈哈哈哈 這些就是 占星我 這樣說 所以deep work 那本書 因為我沒有看過 但是 應該是 多一點 哈哈哈哈 拿一下吧 但是是不是真的上網那些差不多 就是上網那些 第一本是 第二本我還沒看 我也不肯定 蛤 你 第一本前面那一部分 就是你上網看完 真的 好不好看 當看故事的話 我覺得OK的 從那時候那些鬼故 聶奇心態 聶奇心態 鬼故有些不同 因為它會多些支持 鬼故你覺得 聽完之後 都是作的 就是 可能 以前 中大 鞭子姑娘 聽過那些 但你會覺得可能是假的 但是這個你會相信 比較相信 這件事 就不會當是一個鬼故 可以看一看 所以我還沒看過 我想看看 那時候 之前 你不是有一個 阿Ken 之前有過來做事 他自己也是粉絲 來的 噢 噢 以前網台的阿Ken 噢 阿Ken 他是粉絲 他是 他說過 他是粉絲 很可愛 這麼大 那麼 那麼 今天先說到這裏 咦 你還有沒有其他牌要說 這張挺有趣的 這幾張很有日本風格 其實我今天帶了好幾張 我看到你 你講一下 這個是有些 Stanley Cooper 這個是 Dotter Strange Love 說一下 說一下 他可以比較一下 關於這個 Judgment 嗯 有些不同的 這個Judgment 比較在聖經上面 看似錄 你現在吹 你全部升天 這樣的形象 比較正面 這個就是 一個A-bomb 丟來死光 不能選擇 你也在死 你要看開一點 你也在死 但是 他跟死神有些不同 死神那種 死法 是有型的 可能 你死了 你變成阿朗 假設 但是 可能你的心態 你的心態也是你 真的這樣說 但是 Judgment 那一種不同 Judgment 已經是變得 你已經是 習慣了 或者看得開 已經知道 是這樣的 嗯 這個是比較型 這個是心理上 嗯 明白 你還是變了一張牌 因為我帶了 我想知道這張很日本的感覺 其實這張也是 Dephny 這張也是 Dephny 這張是一個 浮世潰式的 泰國牌 嗯 那這個 它有點像是炎羅王 它不是角色的 嗯 你做好事 你就去 好的地方 去壞事 去壞的地方 都是選擇的 對 有些選擇的 嗯 但是它 比較著重 重恩 得什麼果 這樣 有這種意思 嗯 嗯 很白 嗯 挺有趣的 我自己也挺喜歡的 然後 看看先 還有 我這張 你被喪屍咬了 要變身 變成了喪屍 嗯 你就死掉了 嗯 這張是沒得選的 你也是沒得選的 因為 死一人是沒得選的 對 因為這個Dephny 剛才你說的就是 做人 就 但是 是別人幫你選的 嗯 就不是你自己選的 哦 這樣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當然是沒得選的 大家都知道 被喪屍咬完之後 自己也是 自殺算不算是選擇 自殺 你覺得 自殺算是選擇 是嗎 自己選擇去死 如果你是 當下死的 或者是自殺的 你覺得算不算選擇 除非你說命運安排 你已經是要自殺的 這樣 如果你好 你很執著於 去自殺的 就是選擇 如果你不執著於自殺 你就不是選擇 我覺得這樣 即是你不小心 就刺到 不算 這個就不是自殺 不是的 有些人是猶疑的 他不是選擇 然後手抖著他 嗯 心態 我覺得 心態 不過我自己覺得 就是 就是 用不選擇的心態去選擇 會比較好 好 好閃啊 這句話 不選擇的心態去選擇 真的你好像打遊戲 你打遊戲 你打到開心 嗯 可能有些遊戲是這樣的 抉擇 嗯 你打遊戲 你不覺得 你不覺得自己在選擇 嗯 就是這樣 類似的就是 嗯 嗯 你不覺得這樣 今天 去到這裡先 嗯 好 這個新的形式 有很多事情要試一試 好啊 如果大家有興趣 想知道更多一些 或者對這個 套羅牌的節目 可以 改進 都可以說 不對本節目有任何意見 大家都 歡迎留言 跟我們說一下 就是 對這件事情 或者對塔羅牌 去看這件事情 對 或者純粹對塔羅牌 對啦 三日夜 有些什麼提到 觀眾想我做回最傳統的 都可以 對啦 就是 要留言 對啦 或者有機會的話 試一下 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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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會 對啦 對啦 今晚 今晚 今集 新一集的 塔羅牌節目 就來到這裡先啦 好 那我們 一兩晚回來 我們就做樂器梅 好好好 OK 拜拜 拜拜